主料,四季豆300克,腊肉100克,主料,干辣椒5根,蒜米2粒,酱油1茶匙,盐1茶匙,味精1 4茶匙,制作时间10-20分钟,四季豆,洗净半程段,腊肉切薄片,锅内热油先放一半的蒜米,然后爆炒腊肉,腊肉的香味出来后,加入干辣椒和剩余的蒜米爆香,倒入四季豆板炒,倒入少许前, 酱油,加入少许的盐翻炒,加少许水,因为锅很干容易焦,再次记得熟食,加入少许基金出锅即可,烹饪技巧,腊肉要煎除油之后再放豆去炒,那样就比较香,也没那么油腻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